Hello 大家好 我是眼光視光師Sharryl 有看過上一條影片 關於角膜矯形鏡的現配過程的朋友 可能已經非常心動 很想立即配鏡了 但是 停一停 先看看 在我們配完鏡之後 配戴 清潔護理 和覆診的事項 才確保配戴過程 舒適又安全的關鍵 你又了解了沒有呢 今天會就角膜矯形鏡的配戴過程 給多一點詳細的資訊 而我們中心的兩位視光師 都已經獲得香港理工大學 的角膜矯形術證書 相信可以對大家 對角膜矯形鏡的疑惑 解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去片 首先跟大家說說 配戴鏡片 戴除手法的步驟 這隻鏡片 和一般人形眼鏡有些不同 是在晚上的時候 戴上去睡覺 然後起床的時候 就脫掉了 而在大部份的情況下 我們都建議會用手指 操控眼皮 推鏡片出來 而不是直接用一個鏡泵 去泵鏡片出來 萬一以為有鏡片在眼裡 不小心泵到眼裡 可能會令到眼睛的角膜嚴重受傷 第二件事就是配戴的時間 我們一般都建議 睡覺 戴著鏡片 是戴7至10個小時的 但如果你睡得不夠長時間 有機會壓度數和控制效果 不會那麼好 如果想看詳細的戴除手法 可以看我們的示範影片 在這裡 或者在下面的連結可以找到 好 第二個部分 會說說鏡片如何清潔和護理 在清洗方面 大致上分成兩個步驟 一是用清潔劑 去擦鏡片的表面 去除表面的污漬 二是浸 要用護理液浸泡鏡片 進行深層次的消毒 另外會在大約1至2個星期 做一次除蛋白這個過程 要去除鏡片卡住的濾液蛋白 從而防止敏感的問題 另外還要留意一下 鏡片的有效期 鏡片大約每一年左右 就會開始有些耗損的情況 包括一些可能輕度的變形情況 或者是那個 吐氧度沒有那麼好 到時候我們就要更換鏡片 最後一部分就說到複疹 要確保配戴的過程安全有舒適 複疹是非常之重要的 首先複疹到底會做些什麼 檢查些什麼 複疹過程大致上分為六步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看一看眼睛的角膜弧度地形圖 Coneal Topography 我們會檢查一下鏡片 壓上眼後 壓力的情況 受力的位置在哪裏 第二件事會看看視力 和當天的剩餘度數檢查 第三件事會看看眼睛外部的健康 而每大概一年左右 都會檢查一下眼睛內部的健康 第四件事就是檢查 鏡片的完整度和清潔程度 下一步就是戴鏡上眼 看看對鏡片的鬆緊程度 和近視到底有沒有加深度 最後第六步就會按需要去檢查 鏡片的清潔步驟 和戴除的步驟 到底有沒有出問題 除了複疹到底是檢查什麼 什麼時候去複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開始戴矯視鏡的時候 由於眼部情況還未穩定 複疹的次數和時間會比較頻密 第一次複疹將會是第一晚戴鏡 起床兩個小時內 我們要回來中心檢查一下 眼睛角膜有沒有微細的損傷 之後的複疹就不需要再指定時間 過程分別是一個星期後 兩個星期後 一個月後 三個月後 如果一切都穩定的話 就每三個月第一次OK 記得複疹時間 不要疏過六個月一次 如果配戴者不願意去複疹 或者無法就時間去複疹的話 視光師有機會 基於安全的考慮 要求終止療程 即使眼睛 舒適度 和視力似乎一切都正常 為了不要忽略了一些 無法自己留意到 或者不懂得表達的問題 定時複疹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 如果真的有什麼眼睛不舒服的話 就記得立刻要看 不要理會了 配戴矯視鏡的時間 是很長的 是以連計的 所以當中正確的背戴 清潔護理 和定時複疹 都是不可以忽視的 只要根據視光師的指引去使用 和護理 在眼睛的任何不舒服 或者你有疑惑的時候 即時提出 就可以大大減低 眼睛出現不良反應風險 視力自然清晰 又舒適 好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IKPLUSHK 我們會定時在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頻道上 發佈不同的護眼資訊 有什麼關於角膜矯形鏡 矯視鏡 OK鏡 恐怖鏡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留言 下面留言 我們會回覆你的疑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發生的 發展 發展 非常 非常 很明顯 對